哈喽朋友们好,今天我还是在三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家的门 美式门跟欧式门的一些区别 为什么现在大部分 法车上都用的欧式门 那美式门有什么优点 那美式门有什么缺点,那欧式门有什么优点,欧式门有什么缺点 请专业的人士好好来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好了,周杰你再给我们 介绍一下 这块就是我们景豪用的,不过豪哥用的就是这块欧式门 欧式门给我们介绍的优点 你可以看,首先欧式门它造型从外面中里面的是,就是美式门啊,各方面要美观一点 第一个优点美观 美观一点 第二个来说实话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锁 两点是锁 而且这个是符合车规矩的 就是说它咬的比较死的 你不用担心就是说 有没有打开的风险,特别在行驶过程中啊,它跟美式门来 相比较来说,就是说两个相对比来说 这个有点安全 这个大家也知道,第二个呢,隐形式杀联就开车的时候没有异想 对对对对,然后我再总结一下一点一点,然后第二点它是两点式的 锁扣 在开车的过程中不存在这种突然直接打开的风险 就更安全 对不对 第三个是不是它厚实 对 保温 它因为是发泡的 发泡的 它隔音隔热的效果会为美式门会更好 对 相对来说 它的隔音隔热的效果 第二个这个 是双层亚克力的 双层亚克力的 它的隔音隔音效果也会很好 而且带个饮食颜的 所以说你需要饮食的时候也可以提到保护的 就是这款门 第二个门呢,可以看到它有一根线 这根线呢有 可以接四根线出来 这有一个什么呢 两个接Table联动 或者说两个接中控 中控有个什么好处 跟你自行自车的前车的这个遥控器 对对对 可以实现同步的 对 就是说 闭锁 解锁 实现同步 对 我们还没抓这个 因为我就怕在有故障 所以我们还没 没有 现在应该这个是主流的 就是装电控 装控是主流的 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收到 故障率的这个 行行 下次我们也要车做生机 可以试一下 它这里还有个 那个铝合金的踏步 就不容易换 那欧斯特门价格是不是比美式的贵 对 其实美国贵 好那现在跟我介绍一下美式的门 你可以看 这款就是我们的美式的 美式门相对来说 这款美式跟这个美式有什么区别吗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这样一开个我们这样 为什么这款呢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款呢就是说纯美式的了 纯美式的 没有改的 它用的是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 而且是个磨砂式的 就是从里面看不到外面 外面也看不到里面 对对对 纯美式的风景 那这个也是美式的吗 这个美式门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改进的 首先就是从刚才那个玻璃来说起 这款玻璃呢 我们同样用我们的双层亚克力玻璃 那跟高层欧式有什么区别 一样的 它玻璃是一样的 跟英格热 比刚才这个美式门呢 它也更好 好一点 要看到外面 第二个呢 从外局的曝光来说 都可以 就是说 要比 这个纯美式的要好看一点 对对对 从外观乍一看以为是这个欧式的门 对 就是说 然后呢这个 反正 年色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那个 然后呢我们再介绍这把锁 就这个呢是单点试锁 单点试的锁 锁则就是算打开的情况下 就是行驶过程中 因为惯性力的情况 单点试锁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有安全风险 对在自行室上 就是说自行的 自行室的房车上面 单野的锁扣的门 还是有安全 风险 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车跌的时候 它就能不能打开 对对对 因为你可以看它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结构 它不是说出来以后就定死掉 但是呢它有个保险的 这个地方有个保险 要锁住 锁住 就是说你在一个保险一定要锁住 锁住的话 锁住的风险就降到很低了 就是说 大部分没锁呀 但是呢总的来说呢 它是单点试锁 跟双点试 转一个门的就是大家 可能一个 惯性 视为吧可能应该知道是 要好一点点 这个就是 这样呢所以说你还有一个为什么推出来 这个呢 这个密码这个呢 它就加了这个 把锁扣锁锁住了 就可能打不开我没法给你先介绍 它从了这个单点锁以外这个地方还一个十把锁 它相对来说呢就双点锁了 就是说 就加个密码 对对对 相对就是说它有两把锁在里面 对对对对 相对有安全风险 就是安全上面更高一点 那这个 这个美式门的话 它 这个算优点吗 它跟欧式门来比的话再一看就是打开的时候这个肯定比较结实的 因为每次风格它就比较彪悍结实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结实吗 也还结实 实际上也是还可以的 说实话 两个人注重的风格不一样 对那跟欧式门它有些优点 它薄就没有厚 厚实度就没那么好 对它的保温隔热的效果要比 这种发泡门要差 因为它本 它本来是这么厚的 那个发泡门有这么厚 对发泡门就厚了嘛 但是保温密封隔音隔热都会更好 那还有一个缺点门关起来 这个门多少会有点异响 对会有一点 对吧你看 它有间隙的 大家听一下 对吧 它有间隙 所以这会有异响 对对对 这也是它的缺点 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对 它美式门它是必须要有间隙 它因为它比较彪悍的风格 它做的就是比较有间隙的 那现在的时候价格也会更便宜一点 相对要便宜 要便宜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 欧式门跟美式门的区别 欧式门 价格是只有单一也扣 单一也扣现在符合法规吗 现在国内应该还没有 重点去把这块规划起来 也就是没有 终点的法律法规 单一扣的还是 要是 符合欧洲的法规吗 这个单点是不符合的 不符合欧洲的法规 所以为什么欧洲的门 一定要有欧式的门 的道理对不对 双点是手 包括欧洲有三点是手 这个值得在美式 美国可以用 你这车不能卖到欧洲去这个门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不符合欧洲的法律法规 也不是说不能卖 就是看它是中在什么车型上的 对对对 银地车无所谓 银地车无所谓 谁行车就不行 谁行车就不行 就不合服 它自行式的最好是不要用 不好用 自行式房车最好不要用 在他们那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因为没有绝对的 但是国内人比较聪明的 看各种各样的改 做双点 沾点的加两个锁 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这个 这个东西有优缺点 门万一打不开了 万一漏电了 都是有 欧洲的门 就符合法律法规 它是双点扣 大家看有没有 好嘞 这个就更安全一点 不错 又给我们这下知识了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好好好